战场秋子国举行盛大的节日 人们忽视以送祝福 长城两侧各民族参与贸易的人数中够 为了保护冰镜贸易 明朝在陕北修筑 长城最大的军事要望拍 镇北拍 由来观察厅情和贸易情况 军运温关是孤单长城的重要关口 是连接塞北和北京城之间的交通树游 除军事防御以外 还用来维持永续对外贸易并征收税 北京周边是明代的国防前进 这段长城全部为专事结构或专事物结构 质量和布防移动机构 是光维京式的巨型工程 奇迹光曾在东南沿海抗击窝口 而北京之辽东沿途的长城脉头 也留下了它自自工具的足迹